Leo聊世紀,清新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碑2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由Hera對上中國高手統神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10點鐘方向的Hera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特色是吃野生動物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馬功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而且他的肉馬跟草原騎兵也有血量加成 所以蒙古人是非常適合走全騎兵路線的 後期工程系的部分也有重頭跟重型奴炮 該有的都有,除了沒有火炮 蒙古人的馬功還是比較主力一點 而且前期吃肉非常快 所以非常適合擋棒棒開局或是打肉馬開局 這張地圖很特別 開局的就是野生動物 所以如果選到這張地圖的話 一定要開局馬上拍城鎮中心 誰的TC誰先蓋好 這個就可以先獲得吃肉的權利 跟村民採集資源的優勢 所以中間這個檔千萬不能放棄 你一旦放棄了,對手就可以在這邊食物自由 這張地圖一樣是可以蓋碼頭的 所以再去野外 蓋碼頭跟採集木頭的重量性也是非常吃重的 我覺得這張地圖算是這個比賽裡面最難打的地圖 你要先控好對方的資源 而且也要把這個自己的資源給搞好 而且這個肉要怎麼破斗也相當重要 只能說這樣地圖是我覺得難度裡面最高的 要打海 又要開局控對方的資源跟食物 又要去拔木頭 又要去開這個碼頭去捕魚 我覺得難度來說是非常非常難的 好,Thera這邊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還好蒙古這邊打獵的優勢 吃這個野生動物我吃的非常快 這邊,痛神 痛哥,這裡是決定要先去伐木了嗎 這裡伐木已經開始,四個人伐木 OK,痛神的先行打法 是決定要先在家裡伐木 這周圍的一百木伐碼 再去野外補這個伐木場的 這跟Hera的流程不太一樣 而且Hera他是沒有去捕魚的 那我覺得前期來說的話 痛神這邊經濟會再更好一點 可以看到這邊資源量嗎 雖然是痛神 這邊稍微落後了一些 落後了一些 但是呢 待會經濟開始擴張起來 可能就會不一樣 尤其是要等到這個野生動物吃完的時候 或是這個捕魚優勢就會比較明顯 前期 怎麼有人死了 有人被頂死了是不是 哈哈 哇 這個痛哥他居然 被頂死了一隻村民 這個犀牛傷太高了 沒有點織布 好,那前期的部分 Hera由於打獵速度很快 所以資源量來看起來會有點領先 好,Hera這邊補了兩個漁船之後 準備來升封箭時代 要來燒你的漁船了 那沖繩這邊漁船沒有補太多 可是補了兩個燒 好,可能要稍微停一下 好,後面再補下一個新的伐木場 那Hera現在的打法比較正常一點 不會有一些太奇怪的地方 一開始這個地圖還是要可能 矯點身封箭時代 然後在這裡家裡 插箭塔 可能也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插箭塔的話 這個經濟效益好嗎 這我就不確定了 好,沖繩這邊終於剪下了織布技術 Hera拉四村去打獵 等殘血拉回家 OK,細節有做好 Hera選擇的是戰艦開局 不是火戰船喔 OK,這個戰艦開局 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你需要續起來 這個戰艦數量才比較好打得贏對方的火戰船 而且需要極度的操控戰船 才可以打出優勢 非常吃手術的海戰開局 如果沒什麼手術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選擇這個火戰船路線喔 好,三艘戰船拉過來 點一下 點掉一艘魚船 第二艘也點掉 OK,這個村民再點掉 四隻村民全拿下了 OK,點一下這邊村民 Hera現在很舒服 戰船的優勢很大 呵呵呵 有射程就是不一樣啊 連這個岸邊都控得住喔 OK,那現在 唉唷,痛神 這邊是肉馬 開局漂亮 還直接率先刷掉了 Hera則一隻村民 好,這個射箭場可能要取消了 這個射箭塔一定能蓋起來 那這邊射箭場如果不取消的話 會有點尷尬 你真的要蓋嗎 感覺雖然是蓋得起來 但是... 好吧,蓋起來了 那待會機械點要射後面喔 不然也是可以直接存在射箭場裡面 然後 待會存個四到五隻 直接放到這個射箭塔下面 控黃金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Hera現在在岸邊 鎖豬帶兔 等你靠近 把這個果子吃完 往前走一步 我就能射得到你 現在痛神 左邊也捕了一根箭塔 想要控住黃金 好,這裡又拉了一個大象 但這邊大象要小心喔 這裡是不能蓋房子去消仇恨的 這個大象會追到底 半血了 大象打的血量很快 要不要拿一隻村民來cover一下 很危險 好,卡一下 OK,應該是不會死吧 兩邊都在做效果是不是 痛神也是被頂死了一隻村民 Hera也是被頂死了一隻村民 痛神跟Hera沒什麼差別對吧 好,那接下來 兩邊是一個正常的騷擾開局 那痛神這邊打得很不錯 這個劍塔直接控制了黃金 但Hera也不管你 我就直接拉村民繞幹就對了 尋找新的黃金 但這樣做有個風險 你要再重新投資一個劍塔去防守才行 不然村民很有可能就被洛馬給抓掉 甚至被弓箭手給控死 好,痛神這邊好像有看到嗎 好像又沒看到 這幾隻村民繼續往下走 好,兩隻洛馬繼續騷擾 這裡的墓區 完蛋了 Hera現在沒有辦法正常空墓了嗎 還是這裡重新補下一個伐木場呢 好,先撈個魚鴨金 Hera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邊升級非常快 好,往上走 火戰船過來 彈劍集合 兩艘火戰船過來想要直接硬燒 有機會嗎?洛馬補傷害 直接被洛馬 洛馬被戰船給點掉 好,戰三漢應該是來得及補 應該可以拿掉一艘沒問題 第二艘有一點機會 好,漸漸繼續往前點 硬點失敗 最後是拿掉了一艘還行 好,痛神現在經濟都在下面 Hera現在被騷擾到了一些關係 所以現在經濟沒那麼好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碼頭 好,這裡應該是火戰船 這個爆破法是不是自爆啊 看起來有點爆炸的畫面 好,痛神這邊也點下了城堡時代 痛神挖了石頭 後面又繼續補下了一個新的劍塔 想要把Hera這邊的產能全部控下來 相當有眼星的做法 好,這個一控 好,Hera又要再次搬離這裡 每一次把村民拉走 經濟就會受到很嚴重的損傷 好,直接搬到下面 好,把牧場補下 Hera神堡時代是選擇了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的目標應該是正後方這個位置 這也是他的大本營 Hera應該是有看到了 欸,沒有看到嗎? 哇,這個視野 很微妙 他應該想習慣你到底是去哪了 其實就在正後方而已 喔,看到了 看到了 過來發現已經圍好了 這個資源點 好,那通神這邊是選擇了馬舊 雙馬舊按了騎士 再練個馬舊在下面這個位置 不知道馬舊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Hera這邊挖黃金 沒有看到 好,現在戰船部分 一直想要全島封鎖 槍兵直接硬戳草棋 草棋血量優勢 換掉了槍兵 這一波痛神 被壓在家裡 這些村民一定要想辦法撤離 這裡的村民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後面也要補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才可以繼續正常的開農下去 但是這裡要怎麼撤離就是一大難題 一旦撤離這邊的戰艦 就是去追殺村民 只要被抓掉大量的村民 基本上就涼了 所以這樣地圖真的真的很難打 超難打的 好,但是看世界頂尖的選手 來打這樣地圖 就是一種享受 看要怎麼去應對這些難解的問題 好,Hera先在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這裡有個洞喔 好,完蛋 來不及為 Hera用了草原騎兵過來救一下 好,拉了很多兵力 六隻草騎 三隻小公過來 這裡有點混亂 草原騎兵第一時間先收掉駱駝 後面騎士先擋一下 後面小公正在努力射村民 但有一隻村民殘血有看到 直接射倒了一隻村民 三隻小公還是做到了一些事情 好,這一波看起來 有點穩 有點穩 Hera應該是 現在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問題是 創神這裡 村民要不要 找這個機會先撤退走人呢 村民現在越走越旁邊了 怎麼直接走到人家家裡了 想要放資源是不是 走到人家的城市中心面前 好,現在很難受 這些村民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這裡火戰船 來防一下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現在數量來到了5隻左右 那Hera現在要繼續噴馬嗎? 還是要轉馬功呢?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不管轉什麼都不會有太好的奇效 還是要試著整個思路轉海戰呢? 把這個奴炮戰劍升級上去 還有一擊射點起來 這些戰劍可以做到效果會更多一些 好,Hera現在是繼續按下去 村民沒有補TC嗎? 我打算還是要補個TC 好,那現在沖繩在家裡 也補了一個新的修道院 這隻草原騎兵已經抓了兩村了 很不錯的戰果 那現在這三隻肉馬也還在繞 一直在想找個機會打架 好,痛繩又來了 一隻馬功 這個僧侶能夠招翔掉嗎? 來不及 等著後面有第二個保險招翔 但至低 痛繩這邊可以賺 好,右側三隻肉馬 溜進去看一下 村民其實蠻多的 好,村民騎兵雖然來到六隻 那現在痛繩的騎兵集結點其實不太好集結的 這樣一個馬就在這裡,一個在下面 如果要集結的話要通過這個海峽 所以剛剛Hera的戰艦在這邊守珠帶兔 也有可能這個意思 好,這張地圖現在慢慢明朗化了 左邊是Hera的領地,右邊的話是痛繩 但是上方這邊居然偷偷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欸,這就很有想法囉 好,右邊的話也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Hera這邊偵察確認後沒有人 人一走,人就來了 欸,想不到吧 痛繩這個躲過這個時間差 他們兩個並沒有量子糾纏 碰撞一起,沒有發生平虛宇宙 所以看起來 這一個草棋,鬆光了 兩隻 好,Hera現在有一起射了 射這些村民比較好射一點 戰船可能要全部拉走 不然留在那邊可能還是會被反召回去 好,斷著想之後又回來繼續騷擾 這一波可能要搭配草棋去讓森旅斷著想 然後讓戰艦有機會繼續射擊 這邊的村民 好,上面的草棋抓到了 喔不是草棋,肉馬抓到了 嗚嗚,兩隻村民 上面的城鎮中心沒有辦法成功開起來 痛繩這邊很傷 開TC開不成 好,這個就是不夠細節了 沒有把自己的村民圍起來 就去補這個城鎮中心 好,那現在痛繩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要先守住中間這個地帶 然後想辦法突尾 這邊村民都帶出去了 這裡有14隻村民 要是這14隻村民出不去的話 基本上痛繩可能也要投降了 但其實現狀來看就是 痛繩沒有辦法活用 然後用這14隻村民造成很好的經濟 成長 其實有10幾隻村民都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這樣其實是一件很投誠的事情 好,但是3TC也慢慢開出來了 所以村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然後Hero的話則是3TC繼續農 好,這個城鎮中心沒有打算要繼續控制住 好,沖繩決定要打海戰了嗎 把奴炮戰船給升級上去了 哇,這裡又有村民被抓掉 這裡真的是一大難體啊 該怎麼防守呢 好,這裡有火戰船 補了下去 那目前後面看起來 這些建塔也要拆得掉了 這邊很關鍵 來看一下奉神這邊海戰會打的如何 這個爆破船有點卡人口 搶不出來 我們戰船也在補 右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那Hera好像有看到 但是想要專心打破這個木牆 衝進去扁人 有機會喔 好,看一下這一波衝進來 哇,痛死這裡也很傷 右邊這個TC蓋好 這邊出來炸了一波 殘血的戰技拿下 但是奴炮戰船數量目前看起來是痛神有點劣勢 但是三隻火戰船優先燒掉了這個點聖母的生侶 戰船部分看起來火戰船數量有點多 應該痛神還是有機會 好,但是奴炮戰船的補藥速度傷害還是有點痛 三艘戰船打六艘奴炮戰船 應該是… 可以再換個一艘 算是奴炮 好,稍微逼退回去 有沒有打算把逼退回去的時候把村民帶走 欸,這個村民偷偷的往上繞幹了 這一波痛神繞幹的不錯 Hera在上面有駐守兵力嗎? 沒有 有一隻駱駝 而且還是痛神的 現在這些騎兵都在家裡 沒有帶上去防守 草原騎兵趕快往上走 那Hera這邊就要考慮要不要補一個城堡了 好,直接補在中間 OK,我剛剛想說城堡要不要往上補 好,結果直接補中間 這樣也行 好,中間 但是痛神直接把城的東西給刪除掉了 你要這個地方就給你吧 那這個田呢,你要不要留給Hera呢 好,痛神過來種Hera的田 結果直接被城堡射死 要記得低田啊,痛神 直接donateHera8田田啊 這樣不好吧 好,有一片拿回去了 OK,這個草原騎兵抓掉這邊的村民 痛神現在村民數是80村 Hera是96村 差距來到了10村左右 好,痛神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伐木技術已經補下 那現在痛神最大問題是 現在沒有任何的軍力啊 只有一隻肉馬 在家裡巡邏 他連戰船都沒有 現在...前頭盾 到底要先升帝王還是要先出兵 那Hera這邊應該是想要先升帝王時代了 資源開始在存起來了 而且經濟科技也慢慢補上去了 好,鳳神這邊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直接來插寶 但這個城堡應該只能暫時控一下經濟 這邊Hera也對插寶 所以這兩邊資源誰都拿不到 Hera只要把村民往後拉即可 Hera這邊先點下了平榮 沒有打算要先升帝王 痛神則是開始按了更多的村民 補了一些馬舊 打算要先爆些村民之後 再繼續出兵 但Hera這邊帝王時代 已經快要可以點下去了 好,草恩騎兵就抓到了怡村 痛神現在經濟方面有點炸裂 Hera已經領先了3000多的資源量了 好,這裡蒙古土奇稍微點發 抓了一些村民,設得很開心 哇,村民自由,抓了四村 好,金融時代點一下 Hera現在要打贏實在是太穩了 蒙古土奇已經登場 痛神這邊點一下金融時代 但經濟已經落後有點多 30村的經濟差距 而且軍事上 Hera已經開始轉出蒙古土奇 痛神這邊想打贏 只有一條路 那就是走 薩瓦爾 配戰毛兵 這兩個東西 原本是他本身是有3級的工兵鎧甲 稍微還能擋一下 蒙古土奇 沒有薩瓦爾的話 那肯定是打不贏的 好,這裡又補一個限制神聖中心 結果這個村民直接又被爆射一波 Hera這波炸得漂亮 炸得非常多的村民 好,肉麻稍微頂一下 好,蒙古土奇一直往右補充 側命的部分沒有大打出手 這邊第二次大還有8秒鐘 劇情投死機一登場 就能開拆 那現在痛神資源量雖然黃金很多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補下薩瓦爾升級 農國土地的數量已經太多了 你沒有辦法使用奴炮或頭身去解決 這個要解決你的攻殘器 簡直是易如反掌 所以措施這邊的選項真的很少 能打的東西不多 好,這邊馬上補下重裝騎士跟靈鎧甲 看來還是想要靠薩瓦爾救命 但是這邊農田被控的太多 薩瓦爾就很難登場 現在痛神面臨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 到底要趕快繼續農上去 還是要先轉戰毛擋一下 但是先轉薩瓦爾的話肉好像也不太夠 該怎麼打,經濟已經被控爛了 好,上面的資源點 Hera本來也想來蓋寶 但是已經被痛神先發自人 蓋了50% 選擇了取消 在旁邊補了一個限制的城堡 好,這邊巨型投死機開始攻城 Hera這邊巨頭 沒有先架起來 先放在旁邊 結果村民直接被射爛 Hera這一波蒙古徒奇已經抓掉了 24村 26村 還在射 痛神村民術 村民術不滿87村 不能再多了 GG了 本來這一波痛神被蒙圖給秒殺了 好,緊急查據來到靈可怕 分數也快要差到一倍了 9400分對上 當計6000分的痛神 金瑞也點下了 Hera真的是 太猛了 這張地圖被他打得 好像有點輕鬆啊 沒什麼壓力 感覺海戰部分 還是要專心拿下才行 好,痛神薩拉爾要點了嗎 先點薩拉爾吧 薩拉爾升級 再點肉就可以了 薩拉爾升級 1000肉 600黃金 點一下 但是能撐得到那時候嗎 感覺經濟越來越不行 左邊的城堡沒有拿下 巨型投石機 被點掉了一台 第二塔也被收掉 蒙古突襲精銳版本 開拆 重裝騎士登場 但是還有兩分鐘的升級時間 經濟已經不行了 只剩下三隻村民在伐母 正面的城堡也被拿下 戰艦也守在這裡 每個地方城堡都直接被打爆 痛神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 比賽的勝利 全部城堡都猜死了 HERA這邊城堡多線進攻 只能說打得是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HERA支援全勝 還有五勝五 真的是怎麼輸啊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收到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